终于来了,在多年的争斗和血泪之后 Zack Snyder之正义联盟终于问世 在经历这么多风波之后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 这真的是传闻中被华纳刻意埋没 充满独特视野的电影吗?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这部重现天日的史诗集作品 公共服务选导,无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这部电影 我不是来改变这个想法的 不管你对这部电影怎么想,我都全心全意的支持你 影评的用意不是用来告诉你怎么想或是认证你的意见 更不是做出客观的评价 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 所以如果你是来这里寻求自己的想法被别人讲出来 现在可能是去看别部影片的好时机 我不是在讽刺刚刚那句话是真心关心你 说了这么多,我得先说 我敬佩这部电影吗? 那当然,这是一个艺术品 而也确实修正了不少院线版最令人厌恶的桥段 但是敬佩跟喜欢毕竟是两回事 而我...对于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感觉 在你开始敲键盘之前,不要假装我都听到声音了 请先陪同我踏上一段回忆的旅程 那年还是2016年 我还是一个爱看电影的男孩 带着纯情的心参加蝙蝠侠对超人的首映场 看完之后,我是少数推崇内部电影的人 后来还特别做了一部影片解析Martha桥段 想当然而招来一堆人耻笑辱骂 所以无论如何 Zack Snyder黑粉绝对不能用来形容我 不然就有点双标了 回到这部电影,这一个礼物上 为忠实粉丝特别融入会有共鸣的彩蛋 跟打造一座充满粉丝服务 令人晕头转向失去方向的游乐园之间 有一条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看出来的界线 但是Zack Snyder的正义联盟早就跨越了这条线 跟闪电侠一样要来的界线 我知道,这是一部献给粉丝的礼物 是一个Snyder与团队为了粉丝而死命化为现实的作品 但是这礼物有点太丰厚了 这部电影就是一句 更多,更多,还要再更多 更多的彩蛋把所有Zack Snyder喜欢的漫画元素都塞进去 更多的漫...做... 每一场动作戏都有一半以上会是慢...动作 但是慢动作之后还要有个...慢...的...动作 更多的解释性对话 解释一次母合还不够,要解释十次才爽 更磅礴的配乐 你以为Danny Elfman的配乐已经够震撼了吗? 现在,只要Diana一出现 就一定要来一声啊啊啊啊一次 你算看她出现几次就知道有几次啊啊啊了 Diana一出现几次 整体音乐也更充满希腊神话的史诗感 更长的戏码 你想要看到亚马逊射箭警告Diana桥段吗? 那我给你看到整个仪式的完整程序 包括各种特写如何 你想要看到北欧村民莫送水行侠回去吗? 那你要不要我唱一首完整的民谣 搭配水行侠脱衣服 再配上一个女生纹内件衣服的画面 最后你喜欢Zack Snyder独特的暴力美学吗? 这部电影画面绝对给你最多的见血撞墙砍头秀 这些多的元素 有些令人惊艳 有些只能用未塞而塞来形容 就像是华纳把自己最重要的IP交给一个兴奋的粉丝拍摄 再给他庞大的预算 Zack Snyder就是这种粉丝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爱他的人 相较于Joss Whedon无法掩饰的后现代讽刺心态 但是对于一部电影来说 多并不总是好事 无庸置疑的是 这次角色比院线版完整许多 尤其是整部电影跳动的心脏刚骨 他从原本充满希望以及前途的青年 因为意外而成为自己眼中的怪物 这种人机纠缠 对于自己身份感到全然迷失的心境 配上自己父亲因为工作而日渐疏远的冲突 无疑的成为了情感核心 也难怪Ray Fisher对于院线版这么的不爽 直接从重要角色变成多余的配角 闪电侠也多了不少描绘 变成了一个更为值得同情的青年 也更能让人理解他迫切想要加入正义联盟的先进 这些个人故事都是完整的 都是由潜力造成巨大冲击的 但是所有错综复杂的角色曲线 全部被合在一部四个小时的电影之中 我们的注意力也难免不断被分散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还没看过院线版的时候 就知道一个事实 华纳当时想要用一部团队电影来介绍最重要的角色 终究会是个失败的尝试 在电影到了其中一个角色曲线的重要转折点时 我们的注意力还停留在上一个铺陈的故事 对于角色的同理早就被切断了好几次 以至于这些原本可以十足展现角色的时刻 都显得更像是在推展剧情 讲述团队故事和个人故事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这部电影更像是在一部团队电影之中 分散的讲好几个个人故事 当时的复仇者联盟如果同时还要交代索尔与奥丁的故事 限于美国队长的二次大战经历 一样会让人头昏脑胀 举刚古的例子 绝对是这部电影之中最立体的角色 但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受到母河用他的父母来诱惑 要他放弃 但是就这样毫不犹豫的抵抗诱惑 也许这部电影有演出 他是怎么从一个充满创伤的不完整之人 走到这一幕的坚毅不拔的 但是即使有 也被埋在其他的故事之下了 水行侠也没有获得太多塑造 他对于亚特兰提斯的愤恨 与整体故事并没有互相回应 闪电侠在前半段多数时候还是沦为笑点 Barry Allen的设定一直以来 确实比较像是个宅男 但是这电影里面他已经不是宅了 几乎可以用呆甚至丑角来形容 这种塑造跟其他阴沉的英雄对比 造成的不是耐人寻味的冲突 而是出戏 蝙蝠侠比原版聪明了 Chiya跟蝙蝠侠对超人之中的蝙蝠侠 是截然不同的角色 当然 他对于超人的死也还有些愧疚 产生人格转变是理所当然 不过蝙蝠侠在这部电影之中的地位 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集结团队而已 超人这一次有了更深刻的刻画 但仍然被定位成一个DX Machina 也就是在主要人物快要被打败时 忽然从天而降 解决一切问题的奇迹 更别提Diana 一个在当时已经有一部个人电影的角色 反而是整部电影之中最没个性的存在 在戏院版是个工具人 在这里还是个工具人 电影似乎也没完全掌握她身为 女性力量象征的光环 例如她在电影开头把罪犯化为粉尘 身后的小女孩问着 我可以成为你吗的启发人心桥段 小女孩如果你想要成为战争罪犯的话 当然尽情去追逐你的梦想吧 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对于角色塑造下了许多功夫 但是反而在某些关键时刻力道不足 如正义联盟对复活超人这个决定 没有太多讨论 没有各方观点的辩论和冲突 就是我们打不赢黄远朗 所以好像必须复活超人 整个故事确实有许多充满情绪的时刻 但是当情绪真正被铺成展现之后 又切到下一场调性跟故事都截然不同的戏码 因此新版正义联盟处于一种诡异的过场 但是又过短的处境 一句话或是一个表情就能完全阐述的角色时刻或是故事 都被砍掉四分之一 剩下的四分之三句话则被硬生生的拉成三句话 但是在这三句话之后 却没有在下一个画面继续烘涂阐述 没有把那四分之一补回来圆满这场戏 其中更是有太多关于母合 以及对于故事根本无关紧要的 反生命方程式的解释性对话 这确实是个史诗集 歌剧一般的超级英雄故事 但也是个没有收放永远只有放的故事 整体的老套架构也对于情感面没有太大帮助 它是你看过成千上万次的超级英雄几节故事 而Snyder所做到的 就是把这个大家都过于熟悉的故事中的各个细节一再拉长 有时候也能看到 Snyder太过专注于送给粉丝一份礼物 反而是把原本隐隐发光的好电影丢出窗外 例如Martha要Lawis Lane放下好好继续活着的戏 理应是两个角色共享创伤互相扶持的时刻 为什么要用Martha其实是火星猎人扮演的这个揭露 来破坏原先堆叠的感情 更别提这部电影的结局 应该说多重结局 你喜欢结局吗 那我来给你四个结局怎么样 一个是一部正常电影的结局 再来是Lex Luther逃狱后讲出几句阴沉威胁的结局 再来是蝙蝠侠的噩梦 再来还没完 在拯救地球的时候都不见蹤影的火星猎人 现在突然出现要蝙蝠侠加他的Line好友 Line 这些都是如今已经绝对没办法实现的剧情不成 却在此硬生生地被重新加到尾声来破坏节奏 DC粉丝肯定会认得出这些元素 但是纯粹以彩蛋作为电影的结局 就有点本末导致了 我懂这些都是送给粉丝的礼物 但是送礼物之前 总得先把故事交代完整吧 某些人会不会看得很开心 当然会 《荒原狼》真的被改成一个充满威胁感的反派 尤其与亚马逊人打斗时 能够品尝到一些三百壮士的暴力美学巅峰 就地球的英雄 像是宙斯与绿灯侠出现对抗达克赛德的回忆片段 当然也非常震撼 别搞错 Zack Snyder确实很懂得经营时刻 像是Alfred教Diana泡茶的那场戏 就是个巧妙经营角色的时刻 又或者是各个粉丝看到会惊叹得哑口无言的绝美画面 但光是将众多时刻拼凑在一起 并无法造就整部电影 电影的艺术不在于无止境的细节 而是何时简洁 简洁什么 为了创造这个视野 这部电影就像是过年的亲戚一样 紧抓你不放 就举开场戏来说 我们看到超人被毁灭日杀了之后 发出的喊叫 向全世界释放出冲击破 你知道超人尖叫的这场戏有多久吗? 5分钟 超人叫了5分钟 有一种手法叫做巨细迷移 另外一种手法叫做死缠烂打 这部电影是哪一种就 自行解读 再说一次 我欣赏Snyder的执着 不会像众多电影公司 试图给一个最安全 广受欢迎的呈现 但是 执着也是要留其目的性的 比对另外一个评价 两集的作品 死亡搁浅 我知道用一个游戏总监 跟电影导演来比较 可能有些奇怪 但是小岛秀夫跟Snyder 两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执着 甚至偏执 一种用商业手法来创造艺术的先进 绝对是非常相似的 但小岛秀夫的创意 底蕴以及偏执 都创造出了一个真正有所表达 有所突破的作品 而Snyder的《正义联盟》 就是一个 角色塑造比愿嫌版好很多 但是 塞了很多东西的作品 像是你吃饱了 还是硬要继续吃的buffet 我知道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声浪表示 Snyder本来就不是要拍一部神作 当然把任何电影 用追求完美的角度来评价 当然不公平 Zach Snyder也不会说自己拍了一部完美的作品 这也不是我仕途要做的 不过从过去几年围绕传说中的Snyder Cut这种种舆论 也代表《正义联盟》再也不是一部能够被正常讨论的电影 我就想问 这么多粉丝原先把这部拱成DC的救世主 说只要华纳敢让他问世 绝对会改变一切 现在怎么又改口说本来就不是想拍神作了 每个人都能看出Snyder想要拍一部不一样的超级英雄电影 一部更像是个奇幻史诗的电影 一部将超级英雄视为亘古神话的电影 但是当导演在如此放纵 过度用粉丝眼光来呈现之下 这部电影终究成为了 飞得太靠近太阳的伊卡鲁斯 就像Nolan的天能一样 当你得到最多最令人敬佩的Zack Snyder时 你也会同时得到他最放不下的执念 人们把Snyder拱上神坛 就如Snyder把英雄们拱上神坛 他与片商的纷争 他的奋斗 他的家庭悲剧 似乎全都透过这部电影一次释放出来 你问Zack Snyder的《正义联盟》比剧院版好吗? 当然这一点无庸置疑 光是在协调性跟人物写照上就好很多很多了 更不用说动作戏码 但是他既不是个大灾难 也不是预言中的救世主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一部充满热情和执着的电影 但是就如众多艺术 也许只有创作者自己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美好 终究Snyder的《正义联盟》 不多不少 就只是另外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罢了 猎鹰与酷寒战士已经播出 之后一样会爆肝每周做解析影片给你们看 所以想看到的话别忘记订阅 我是超级粉 我们下部影片见